配合自来水九区处花莲市临生路到公园路等街道管线泰换工程 针对市区地震带周遭的街道自来水管包括了花岗街、三明街、复兴街、临生路等八处路段进行泰旧换新 5号上午市长魏嘉贤到场关心复兴街的刨铺作业 期盼可以给市民朋友更干净卫生的自来水还有安全的用路体验 花莲市长魏嘉贤5日上午协同主任秘书翁美华以及建设客长徐国成来到施工所旁复兴街 关心配合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办理的花莲市临生路至公园路等街道管线泰换工程 包含花岗街、三明街、临生路、复兴街、正义街等八处路段 这个工程它的整个材质是从日本进口 还专程请日本的祭司在现场督导施工 然后做了很多很多我们之前没有看过的一个衔接方式 最近发生地震最严重的地方总共我们花了大概是2630万左右 那这个区块我们整个在这个六个路段里面 从花岗街一直到我们明星街跟正义路这一带 这总共使用埋设了大概1400公尺的NS型的耐震性的管线 我们的管线埋设的大概是1400公尺 那这个另外我们的用户的部分 我们是用最好的材质就是用不锈钢的坡状管 这不锈钢管大概是有埋设到558公尺 将近560公尺 用户改善了119户 那这个工程做完了以后在这个设施的工程里面 应该在整个耐震性跟避震的部分会提供更完整的一个供水更稳定 那提供给大家一个只有量子的自来水 在整个地震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埋在地面下的管线 真的是非常难去检视它的完整度 那只能靠人工的方式一步一脚印的去做测试跟测量 那我们可以看到自来水公司在这段时间里面 还是持续的在检修他们相关的一个管线 那我们希望未来所有民众如果发生水有问题的部分 也要立即来做相关通报 可以让我们可以更快的去了解到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漏水 然后通报给自来水公司 那共同来把相关的管线做相关的维修 先前0206地震影响 市区有多处自来水管线发生破损 自来水公司特别引进日本研发的 NS型耐震街头岩性铸铁管 来替代原先因地震或其他外在因素 导致拉脱漏水的球状石墨岩性铸铁管 由于所非不知 采示范方式先行泰换市区米轮断层带周边道路 施工期间还请商亲配合交通管制 未来将提供更干净卫生自来水和安全的用路体验 记得蒋邦彦理事报导